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南京是一个开放包容爱与和平的城市 Peace and Love 多元化吧 我觉得南京是一个中林医秀的城市 它是一个古典跟科技并存的城市 南京这么多年发展日新月异 然后在南京生活有很好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如果用一个词的话 我可能想到了是灰金 我觉得这个词也正好从侧面反映 南京作为博爱之都的一种包容性 我会用人为惠翠来形成南京 南京是一座古今交融美食飘香的鸭豬 我对南京的印象是浪漫 现在的南京叫蕾丝 感受最多的变化就是城市变得更加漂亮了 地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江边水草上 那个水鸟在嬉戏 偶尔也能看到江屯在水里面游着 现在感觉是南京的环境是越来越好 以前我们一到南京只会想到福子庙或者玄武湖 现在南京有更多好玩的地方 有更多的文化比大家所了解到 我们的办学环境越来越好 然后我们的学生的质量也越来越好 身边的同事学历越来越高 就这种老社区的改造 然后包括老厂房的改造 觉得这个做得特别的好 像我们社区方面的话 定期都会组织一些公共的活动 功夫了我们的精神文化 然后也是让我们的幸福感更高 我们的希望就是南京那些小的地方 全部把改造成面丽的好景点 让老百姓全国各地人到这里来游往 南京的人特别多 然后我们有很多景点都没去成 希望下次来南京的话能够预约上 当以后人们知道我是从南京出来的 他们会由衷地哇塞一下 让我感到非常的丝毫 希望南京以后有更多的交通工程 我们能参与其中 为南京交通贡献我们的一次力量 我希望南京未来对于这个创业者 就是大学生创业者的这个激励政策 会变得更多一点 未来可以充分发挥 南京独特的教育资源优势吧 进一步地打造一些优质的产教联合体 和产教融合共同体 为发展新制生产力 提供进一步的支撑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